说到跟黄仁勋亦师亦友的人 就要谈到美超围的共同创办人 梁建后 商场上两个人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黄仁勋却是把梁建后视为不乐 多次同台时 会不断地切换中英台三声道 把台下的所有群众 逗得是哈哈大笑 其实黄梁两人 再加上苏兹峰 他们现在是已经站稳了 细鼓台译AI三巨头 够帅啊 辛苦了 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东西吗 跟Pence一样漂亮 You charge me two million dollars Morning two million dollars per rack 我们那些多人在家里在跟我出家 不好意思 说滚笑的啦 一搭一唱展现好交情 梁建后举行 Computex主题演讲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惊喜现身舞台 莉婷老朋友 Supermicro does amazing engineering Thank you 我跟你说你的好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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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呢 这些 这些是everything 那里面都你的东西 真的吗 国文 英文 台语 三声道 自由切换 才刚互相赞美 调皮的黄仁勋 马上用台语 向梁建后吐槽 我的事情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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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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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黄仁勋能创造出AI王国 少不了这位宝岛之光 在商场上的互相助攻 两人友谊 源起于十多年前 当时云端运算 才刚起步 他们的眼光与想法很一致 都全力衝刺 伺服器产品 而他们出生地也相同 都是诈账的台湾孩子 66岁的梁建后 出生嘉义农家 1984年赴美进修电机工程系 1993年 与妻子携手在美国戏骨 创立美超围 梁建后以一条龙的策略 在1995年 推出世界首张 可以搭载两颗CPU的 伺服器主机板 如今美超围已是全球前三大 伺服器厂 简樸的梁建后 抢吃AI果实 翻身成为大富豪 美超围不仅是回答的 主要伺服器供应商 也是超围AMD 尽力的策略伙伴 梁建后被复笔式杂志 评选为25位最有成就的 美籍华人之一 2024年更以个人净资产 61亿美元首度进入全球富豪排行榜 换算台币身价超过千亿元 梁建后英文名叫Charles 是华尔街投资人士 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 美超围在三月时股价 占上巅峰 突破一千美元大关 短短一年暴涨约百分之一千 到了四月发布的财报 犹如震撼蛋落下 因为没有给出积极的预先声明 市场解读是负面讯号 回答也被拖累 股价一度大跌百分之十 创下二零二零年三月以来最糟 同一时间 美股的科技股整体走势也 产收黑 显见美超围的影响力有多大 美超围之所以能在AI趋势中 保有主导优势 关键在于自家的伺服器产品 采用可组装或 无线配置的模组化系统 类似勒高碟积木的概念 将机柜伺服器的元件 划分为区分模组 当客户开出规格 工程人员就能从现成模组中 组出对应的产品 就像不同形状的勒高积木 可以轻松组合出各种形状 赴美打拼也不忘跟流台湾 梁建后返台货厂 在桃园巴德区打造生产基地 在2021年落成 投资金额从最早的100亿元 加码到200亿元 如今嘉义县府也积极争取梁建后 返乡投资建构半导体产业 美超维投资台湾 让梁家三兄弟在台部件的相关供应链跟着浮上台面 梁建后创立的美超维 主攻高性能伺服器市场 大地梁建发与二地梁建达 一九九七年成立大训科技 主要制造伺服器机箱和机壳 2004年梁建达在成立肯维科技 生产太金级伺服器电源供应器 三兄弟分别在美国 中国 台湾布局 形成一个分工灵活的AI生态系 梁建后在AI浪潮中乘风破浪 这位科技新巨头持续扩大市场版图 准备再创下一个巅峰